中东局势继续升温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表示 我国在解决以巴冲突中 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他再次强调我国采取一贯立场 主张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 并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在国会答复议员徐问时说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我国高度担忧 他说以巴双方都不缺乏建议和沟通的渠道 不过在达成结论前 当前的事态或将持续下去 维文医生也谴责 最近在以巴边境发生的袭击事件 并呼吁各方尽可能缓解 紧张情绪 以防止更大范围的冲突爆发 部长也敦促所有国人 避免前往黎巴嫩 并透露目前有一名国人 向外交部登记 坚持前往当地 坚持前往当地 大范围 共权 达 感谢观看